2018雅加达亚运会游泳项目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,首先要恭喜石家与领先孙杨,率先加密个人四金王荣誉,以及16岁女孙杨,王简佳和破亚运纪录夺冠,但是,中国对一项目,女子四成以100米混合泳,还发生了一个突发情况,连续两届亚运会被取消成绩。 措手不及下,赛口央视都没按惯例,拨队员们的采访画面,雅加达亚运会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,中国两名小将王简佳和和离冰界包揽了冠亚军,其中16岁的中国女孙杨王简佳和以8分18秒55的成绩夺冠,并且创造了新的亚运会记录,她的速度快得让日本队十分绝望,而在男子200米洋泳中, 学家于生活本届赛事个人第四枚金牌,率先超越孙杨成为中国游泳男队首个四金王,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,王简佳和以8分18秒55的成绩率先到达终点,并打破亚运会历史记录,立冰界以8分28秒10次获得亚军, 日本选手小枯获加以8分30秒65获得几军,在王简佳和游到终点后,回头一看对手被人员抛在身后,他先了12秒后日本队才姗姗来持,真是快得让对手绝望, 而在男子200米洋泳决赛,中国选手学家于栽胜,日本名将入江林界,以1分53秒99的成绩夺得冠军,这也是他本届亚运会的第四金, 他以包揽了本届赛事从50米到200米的洋泳金牌,并用了斩获第五枚金牌,在民族偷离开后,学家于的崛起,成为中国男子游泳队里右翼之助, 他在后面对央视镜头,提到之前说过要包揽杨勇这几枚金牌的目标18期说道,我说到做到,最令人惊讶的是, 在这个比赛日最后一向女子自成以100米混合泳决赛中,中国队和韩国队因为违规双双被取消比赛成绩, 先是韩国队因为交接棒违规被取消成绩,日本队员都感到不可思议,但突发事件接踵而止, 中国队也紧接着因为凹跳接蝶勇是交接一规,也被取消成绩,这也意味着, G2014人穿亚运会女子自成以100米混合泳被取消成绩后, 中国队已经连续两届亚运会因为违规在该项目被取消成绩了,成为中国游泳队最大隐患, 这个突发情况的发生,也使在后央视取消了播放队员们的采访画面, 成为这个比赛是中国游泳队最大的突发事件。